对了 苏老师 恭喜你通过预赛 赵老师 祝你爱情威马 好了 那我先走了 杜校长 等一下 杜校长 我不同意你刚才说的话 爱情无关环境 无关身份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就算是外星人 跟地球人在一起也是对的 两个人不是一个世界的 又能怎么样 杜校长 你这是 不是 杜校长 他最近看韩剧看太多了 有点上头啊 保持距离 干什么 没吃醋 我没吃醋 我去摘药 那我给你拍摄 就把这个肉体的 给你拍摄 我觉得她有点 我刚才在走廊里看到费特了 我看他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最近 老师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目标越高 就会承受越多的负累 高考本来就是这样 更何况他要考的是清华 你说得对 你来找我就为了说这个 不是 不是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我跟吴老师都进入了半决赛 很好啊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地 争取获得这次 老师竞赛的胜利 给学校争光 除了这些 你没有别的话跟我说啊 我是说你没有 其他的生活嘛 工作不是唯一 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自然也不懂得享受工作 可是 你不是让我要专注于工作吗 那是因为你工作得不够好啊 所以要专注 出去吧 好 我走 让我专注于工作 收费钱工的做得不够好 最近让我不要转于工作 就说你 我现在对我很好 副 sewagen 哥子 我过几天过生日了 是我好 你们没有什么事要问我啊 哪个周日 你们都知道真相吗 聪明 不愧是我的学生 那我们继续讨论上一次 建党晚会领唱的事情 这首歌还有几个重要的声部 需要人选 上一次 秦寒 巨峰 安琪 非凡 思梦 郑郑 小夕 歌子 蒋洁 萧萧 歌子 那今天你先来吧 不用了 向老师 那 郑郑 你来 好 我来听准有问题 我不但不能当主唱 甚至连首歌我都永远唱不准 可笑 我居然会学这乐 我居然会学这乐 我有事 我们不愧是 那尾流 因为你都应该还需要 我居然会在一起 我居然会习 民费 我居然会 有声 我居然会 看到了 这颜色 那位 词 首相 即 你是不是傻 假如我不停下来 你是不是打算一直这么怕好 感谢你的鼻子啊 不然我的腿肯定要飞了 没想到 哥姐姐又跑马到三个前去 生气的时候 好多久都不觉得累 哥哥 那你现在累了吗 累了 那你是不是气焦了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们了 我是打算一直不理你们的 但是 你们不在的这两天 我过得也不开心 哥子 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瞒着你 你说得对 谎言再美也是假的 我们保证 以后再也不对你说谎了 其实我还真有点想念你们的 闭眼吹 你们不知道 柯宇 他对我可严格了 总是说我这里不好 那里不对 让我觉得自己好笨 谁说我们家鸽子笨 鸽子最聪明 鸽子是最可爱的 鸽子是最勇敢的 鸽子是最勇敢的 鸽鸽 该你了 可以说得对 与其道歉 弥补过错更为重要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所有人必须对鸽子说实话 不准隐瞒没有谎言 我们一起帮鸽子调整音准 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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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子 你怎么去说话呀 你可不可以帮我隐瞒一件事 在我的音准调整好之前 可不可以不要让向老师知道 我唱歌抛掉的是 你太可爱了 鸽子 鸽子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把这个帅放开 谢谢 不会吧 来 给我 不用了 乘不乘啊 来 菲斯 你怎么了 菲特呢 你跟菲特吵架了 没有吵架 今天早上菲特自己先来上学了 也不等我一下 那正常啊 菲特的时间都是按秒算的 谁让你磨叽 磨叽 我磨叽 为了她我还早起了二十分钟 结果她自己来上学了 也不等我一下 真是没力望 之前也不知道是谁整天前进 今时不同往日 菲特现在可是高三 而且最近不是正在自主招生吗 哪有时间等你 我知道 我就随便抱怨一下 你别来教训我 烦死了 好了 菲斯 菲特可能忙忘了 别难过 待会儿我休的时候 你去找菲特 好好说说她 柯宇 你们先走吧 我跟柯宇有话说 这又是什么情况 这是男鸽子的位置 你可以回去了 谢谢 正好 反正我也收购了 谢谢 我把她喝了 你别让我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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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鸽子 这边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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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我去 我去 这跟上道歉呢 我兴趣来朝一换座位 人家也挺麻烦的 我还以为不挡造谱呢 当然不会 这是我的位置 来 这里只能是男鸽子的位置 别人不许坐 你也不许走 知道了 康泽 他就那德行 你别放心 对了 那你刚才跟客也跟他去 我去谢谢他 谢谢他干什么 谢谢他让我知道了 友谊的可贵 肖老师 能不能管管你们班学生 不要来干扰我的学生行吗 费斯是费特的妹妹 妹妹去找哥哥 哪里算是干扰 什么时候找不行 平平中午学习的时候 不是干扰是什么 你都说了是中午 中午是用来午休的 不是用来学习的 苏主任 您看看夏老师 这是战士说话不腰疼 不是自己学生不心疼 费特是高三学生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吴老师 明明是你先来兴师问罪的 把学生都逼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倒是懂得心疼了 中午一个小时午休的时间 不学习难道就考不起来了吗 这所有人都在冲刺的时候 别说是一小时了 就连一秒钟 都能够决定结果 那你怎么不像学校 申请几个机器人 专门为他们吃饭那种 那就真的一秒钟都不耽误了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夏老师 你能负责每位学生的未来吗 如果不能就不要影响他们 争取自己的未来 你看他们合着火来竞争 你怎么也不帮我说出话呢 照他这么说 费斯去找他哥哥说两句话 就耽误他的未来了 磨刀还不务砍柴工呢 等真的把人逼出问题来了 他们才知道后悔是吧 也就是我 是个艺术班的班主任 他们才不把我的话当话 我也挺担心费特的 你也看出来了吧 我这几天见到他 总感觉的状态似乎不太好 脸色很差 不知道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还是生病了 以前觉得他挺活泼的 现在整个人都绷得很紧 老苏 你比其他老师都要好太多了 那个吴老师还有主任 只把学生当作学习的工具 一点都不关心他们 主任还是很关心学生的 只是角度不一样 他想的是怎么努力 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目标 更关注的是他们日后的发展 关注当下才能展望未来 他们现在就是当局者迷 一直盯着高考 会忽略很多重要的问题的 比如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人 是人都会犯错 包括你那个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的完美姐姐 是吗 不是吗 可是 怎么带好高三学生 他比我们更有发言权 怎么过好高三 难道曾经的我们 没有感同身受吗 只要经历过 就有发言权 怎么还来不下来啊 哥子你真好 还一直陪着我 你怎么了 费西 还是因为飞头 没有等你向学的事情吗 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费某人最近好忙呀 我有点不习惯了 他是高三嘛 肯定忙的呀 等他高考完 他肯定要追着你和妹妹了 最近家里还好吗 都好呀 主任为什么这么问啊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 随机抽查 看看高三的学生 有没有好好复习 这样啊 费特平时在家都挺认真的 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不在状态 我有点担心 他没跟家里说什么吗 说什么 好 没事 回去上课吧 飞姿 你怎么了 没事 各自你说得对 我应该好好珍惜 这段自由时光才好 走 不对 向老师 是不是我哪里唱的不对啊 不是 是旋律不对 如果要让八班所有的同学 都参与进来 旋律应该更多远化一些 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 最有魅力了 我们家向老师怎么这么帅呀 今天星期 到家里给我发信心 快点回去吧 知道了 向老师 谢谢向老师 我们的好头绪 你洗手洗手满 不尽你讲学的美丽 而我的眼里全都是你 我把你写进旋律 我想数次见你 你的笑脸在我脑袋 你的笑脸在我脑海蜂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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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夜失眠 战着难眠 多想让水花飘到春天 我工作的样子是不是人事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 那刚才在窗外偷窥的人 不是你啊 当然不是我 用嘴硬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 我 我不是去看陈奕辉的 多想让我脑海蜂蜴 你在追影 我就是乱叫陈奕辉的 你再过去 以后你要走进我的气 回家有困惑 快上车 那就好 不量 我就不喝了 晚上回去还有事呢 好 听师兄说 你最近在准备专辑是吧 所以过来找你 还想让你帮我看看 我自己写的几首歌 我自己没有把握 正巧 我也写了一首歌 还没完成 但是给你听一下 你帮我参谋 参谋 好啊 之前想找你啊 怕你没时间 来 怎么样 好听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你说好听 我就放心了 想想我们也是真的 好久没有一起写歌了 现在啊 我反而挺羡慕你 羡慕我 羡慕我什么呀 羡慕你可以自由恋爱 自由写歌呀 你看看我 我现在呼吸都被人家安排好了 写歌还要完成保持人家 自由写歌 你倒是真的可以羡慕一下 自由恋爱你就别说了 事实起呢 进入人业呢 你跟蔚来那边 我跟蔚来 你不是都知道的吗 我们俩是捆绑销售 还是被迫的那种 又不是什么 真的男女朋友 这魏有财也真似的 连他自己女儿都坑 我知道 但蔚来不觉得坑啊 你现在有真的女朋友 你要不要给蔚来做个交代啊 没事 莱哥知道 他还出了一份力 但蔚总不知道啊 他要是知道你跟苏老师的事情 一定会做文章的 做就做呗 那不行 你是觉得无所谓 那你都说了 这怎么办 我先走了 带你买 把你的歌发给我听 我先走了 好吃 那你跟菲特说了吗 你在我家等他 都说了吧 到这第二十步 这餐又很晚 我待会儿自己回去 那要不你就别走了呗 咱们俩一起睡 明天早的时候 还可以吃妈妈做的 葱油粑粑 是我们家哥子好 祖哥 我还是回去吧 我要看着菲特 你看咋怎么样 你的生日礼物 我本想着呢 等你生日那天再送给你 我看你心情不好 先送给你 让你开心开心 再打开开开开吧 我就知道 这份礼物每年都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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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画好了的 本来我还想着 假如我们不是朋友了 那我这幅画该怎么办 哥子你画得真好 等你以后成了知名画家 我就发财了 不不不 我不会成为画家的 男歌子是要当主唱的 有知者是京城 我相信你可以的 那 为了庆祝菲斯小姐的生日 励志主唱男歌子 决定献唱一曲 野草工程 略地 极其覆盖了 寒冬 一起唱 大树你往天空 风中盛开夜的梦 邀请四季 邀请四季 更迭幻幻 一瓶线 相思予绽放 一瓶线 你要睡你就好好睡 你怎么还没睡啊 你写作业的灯太亮了 晃得我睡不着 那我挑暗点 不是 你眼睛不想要了 让你睡你就睡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你快去睡觉吧 不用管我 你卷子明天再写 他又不会跑 我知道 你快去睡觉 我走了 飞特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呀 没有啊 我能有什么事 那为什么苏主任 会找我聊天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真没事 就是自主招生没过 没事 个个镇长考就行 一样的 你说什么 小点声 别让爸妈听见 回头他们又要担心 担心又没用 可那是清华 我知道 这没关系 哥哥正常考就行 一样的 所以你最近心不在愿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废特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你连我都不说 你干吗要一个人扛着 我就算帮不上什么忙 我也可以当倾听者的呀 好啊 乖 哥哥知道了 你快去睡觉吧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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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了啊 天亮了 快起床 集中了 天亮了 怎么办呢 动作快点 你姐的声音能叫你起床吗 不怕被六三听见 是吗 我怎么会睡在这儿啊 昨天晚上你自己赖在这儿不走的 不是我强迫你留下来的 我再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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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跳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不怕 刚刚就突然间特别想你 在回来的路上 急急忙忙地忘记接电话 我对不起 你怎么了 到我房间听歌吧 大晚上呢 听什么歌呀 我要睡觉 是晚会的歌 我重新编曲了一下 想让你第一个听懂 算了 虽然是八班全体同学的事情 你也是可以不给意见的 走 我可以听懂 你让我听懂 你来听听歌 你去听歌 我不听歌 我还能听不懂 你对我听说 我听说 你公寓 你和我 我听说 你刚刚才是一声 能听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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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先出来啊 我可以出来了吗 我们俩没有住在一起啊 我今天早上才前去的 他早上进来叫我起床 看我知道了 向老师 苏老师 你们帮帮菲特哥吧 他怎么了 菲斯昨晚半夜 给我打了个电话 哭了好久 说菲特可能错过了 清华大学的保送名额 他怕菲特真出什么事情 担心了一晚上 但他又不敢来找你们帮忙 说菲特不是咱们班的学生 怕麻烦你们 可是菲斯整个人都慌得不行 我很担心他 所以向老师 苏老师 你们能帮帮他们吗 魏总 这丫头要干什么呀 她想活活气死我 魏总 记者他们正在练习室 混蛋 魏总 魏总 等等 先生 等等 你们都看到了 这就是一间非常普通的私人练习室 一间练习室就能囚禁我 是不是太荒唐了 对 我是辍学出得到 但不是老魏强迫我的 是我自己的选择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想法 十八岁的我不管不顾 现在我长大了 我想多学习来充实我自己 我做的任何事情都遵从我自己的本性 没有任何人强迫我 而且我也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赚钱工具 你们这样听风就是雨的 实在是太可笑了 老魏刚创业那会儿啊 特别忙 又当爹又当妈的 我呢 又偏偏不懂事 非要吵着闹着去实现自己的偶像梦想 所以她亲手在这办公楼里 为我腾了一块地儿 让我学唱跳 这简直就是我的室内游乐场 虽然小是小了点 但她从来没有求尽我的梦想 反而给了我自由 你们觉得 这样还算是悲惨吗 费斯的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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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为这个 只是因为这个 清华大学的保送名额 本来我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虽然有遗憾吧 但是也不至于让我心情不好 我苦恼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费斯的生日礼物 每年她的生日 我都会给她送礼物 可是每一次 好像她都不太满意 我马上就要离开家 去省外上大学了 以后她的生日 我出席的机会 只会越来越少 这或许就是人成长中 我们会逐渐丢失的 一些东西吧 曾经朝夕相处 嬉笑打闹的人 会各自长大 各自成家 即使心中依旧有牵挂 可是生活 也会拉扯我们的步伐 菲特 你是不是想得有点远啊 虽然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亲情是永远 留在我们的血液里的 我想在她十六岁之前 带她完成一个 一直以来的心愿 为此我也准备了很久 可是因为我谋靠失礼 这位礼物还是送不出去吗 你问我十六岁女孩喜欢什么 是不是就是想找一个替代品啊 对 因为菲特生日那天 我有模拟考试 主任不让我请假呢 这主任怎么回事 自己不喜欢过生日 也不让别人过生日 不就是小小的模拟考 人家不考不就行了 好 菲特 你看能不能换一个 别的生日礼物 你如果没有时间 老师可以帮你去挑选 肯定不是换礼物的问题 她都已经找了 这么久的代替品 就是过去行李这一关 我知道我的执念 可能有点好笑 但这是我对妹妹的承诺 我不想失言 哪怕是今年 菲特 这一点也不可笑 任何十八岁的烦恼 都值得被珍视 懂了吗 肖老师 放心吧 没事 这事交给我 我来帮你搞的 不用你们费心了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可是这个周末 我肯定是出不去的 近日光年娱乐总裁 魏友才被曝利用女儿 未来赚钱无下限 备受争议 因未来公开为其店户 真相大白 风平扭转 未来立正 父亲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 从未强迫或利用其 做任何事情 相反 只要是未来想做的事情 父亲 魏友才都会全力以赴的支持 不得不说啊 未来有今天的成就 魏友才真的是一个大功臣 魏总 这次多亏了未来小姐及时澄清 反倒是因祸得福了 反倒是因祸得福了 跟崔姐说 把未来和相同班的通稿 都取消吧 明白 还有 征求一下未来的意见 他想休息就让他休息 想学习就让他学习吧 所以他 好的 对未来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的人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到底是谁呢 你 你别偷看啊 你一个人完成不了的 那你想干吗 送我一个 送我一个 你不会是主任陪来的间谍吧 不是 我就是想帮费特 真的啊 嗯 我想帮他完成十八岁的愿望 那你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 你干吗呀 我都说了我今天不过生日 费特还在水深火热苦兮兮的考试呢 我怎么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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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好 好 好 为什么从来不会溺水呢 因为啊 他就从来不下水 这每年暑假 多少学生自己跑去游泳 溺水身亡的 前两天这新闻上又报了 俩孩子就是偷偷去游泳 没了 太令人心痛了 所以啊 防止溺水的最好方式 就是不会游泳 你和你哥哥都不许学 菲特 我好想学游泳啊 好 等哪天哥哥学会了就教你 菲斯 这礼物菲特哥不好意思自己给你 这些泳衣都是我跟贝贝挑选的 十六年的泳衣 一下子全补齐了 怎么样 菲特哥今年的礼物 你可以打一百分吧 菲特哥这可是换了大价钱 菲斯 你好幸福啊 只能那老婚女永远那么清晰 幼儿泳装 她是打算留给她外甥穿吗 也不是不可以 物尽其用嘛 好 好 苏老师 你怎么了 我没事 马上就换好了 你们也快点 好 好 好 禮物第一名 你每年都这么说 好了 我要接着考试了 你加油 我看好你哦 拜拜 来 林浅 快搭了手 你别叫我名字 同桌啊 能不能帮我们一下 东西有点多 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为学会 我认为联系 大学家 在我看过了 什么是 我只得我 大家看 você 如果我说 你唱了 那个 但真加 做 在我上次 我新闻 那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我不配天生一对 无不口味完美搭配 才让世界看起来如此美 慢慢升温牛奶一连茶 所有的烦恼都被融化 踏过了一路坑挖 故事最后想给你一个玩好的家 慢慢晕开牛奶一连茶 有人的甜蜜微笑迎下 红装出奇妙火花 蓬在手心幸福却在心底发芽 慢慢升温牛奶一连茶 所有的烦恼都被融化 踏过了一路坑挖 故事最后想给你一个玩好的家 全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